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望 我是林冀 在南非又出现了2019冠状病毒病的新变种 那种变种叫做B.1.1.529 这种新变种病毒株突变速度很快 因此令人很担心 又会出现一种新变种 令到原本某些国家 如日本那些已经沉寂了下来的疫症 不要像之前爆得那么厉害 当然有些欧洲国家仍然在爆炸 所以某程度上疫症仍然未结束 以及还有很多人打完疫苗 也是照样重招 所以令到很多人很担心疫情继续会有变化 所以有些国家已经快速实施了一些新的旅游限制 对这些来自于南非以及附近的非洲国家 去实施一些旅游限制 现在这个时候实施旅游限制 当然大家会立即醒起 其实好像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突然香港对英国实施了一个更加厉害的旅游限制 以及入境的时候要隔离21天 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限制等等 其实很有趣很多人忘记了发生什么事 意思就是说 最初有些国家在疫情初期 2020年1月2月的时候 实施一些旅游限制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指骂他们 当时有很多人就说 哇 这个是歧视 这个是法西斯 这个种族法西斯 然后为什么要禁止一些国家的人民去旅行 去读书等等 就是一个歧视 很凄惨很凄凉 有很多华文传媒做一些特輯 然后又哼哼哼哼哼 指控人家 就是说别人歧视这种又很严重 转过来这些限制 现在完全是倒转 不是由美国、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 对香港或者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实施 是倒转 是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对全世界的国家 都实施这些限制的时候 我们又没有人说这个是歧视什么的 很有趣的 这些全部是倒转来做就可以 别人做就是歧视 我们做就全部是非常合理的做法 这个时候也很奇怪 世卫 其实大家完全忘记一件事情 这次世卫又再一次向他非常准确地做任何一样的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教训 今年仍然有新的变种的时候 世卫继续发表一个声明 声称各国千万不要闯出行事 千万不要急急走去对其他国家 实施一个新的旅游限制 应保持所谓是基于风险的一种科学方式 去实施相关的限制 其实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真是一喝眼泪的 大家都记得 在2020年1月底以及2月初的时候 当时有美国、日本、俄罗斯、澳洲、意大利 甚至是巴基斯坦 都是对来自当时疫症大爆发的地区 当然是说中国 实施一定程度上的入境限制 有些甚至更加厉害的限制 去阻折病毒入境 当时世卫是怎么说的 大家看看当时 世卫说 在2020年1月31日 他说限制入境措施 带来的危害是大个好处 中国外交部也跟进批评 这个做法是不合情理 歧视等等的说法 但现在回头看看 所有2月份1月份的时候 实施限制以及实施太迟的国家 转过头 他们在3月份的时候就大爆发 你现在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看回当时实施限制 是对还是错 为什么当时实施限制 希望阻止病毒入境 被人指骂 是歧视 这是第一个问题 当时人家做这件事 是要阻止病毒入境 在一年后 或者两年后的今天 所有做的事情 全世界各国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当初第一个做的时候 就被你说是歧视 现在你说别人歧视 叫别人不要做 别人做了被你指骂 然后也是做得太迟 结果大爆发 你去指控别人说别人坏的时候 你事后有没有反省过 你指控别人说别人歧视你是不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个全球大流行的病毒问题 我们不是想追究什么不责任的问题 只是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有病毒 当然不要让他进来 来了走不了 很大件事 等于问回你现在 香港你说当时指控别人是错的 世卫的声明是对的 那香港特区政府 是不是立即会跟着世卫的做法 取消所有的入境限制 现在全都打了疫苗 还要有针指 还有针指 还有起飞前三日前的证明 你还要不让人进入 还要入境到隔离21日 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要求 来自疫区的人民 要实施21日的检疫限制 那你说不同的 这个时候我们基于科学 知道了 当时很多人说 好像很严重 超过14天都不行 都要多过14天 那些人就指码 当时有些人说 这些人不科学的 都没有证据证明 有证据证明的时候 就已经太迟了 是吧 为什么会有证据证明 因为它大爆发了 大流行了 全世界大流行了 全世界大流行了 成几千万人中招 然后就说 现在有证据了 现在才来隔离一笨 现在隔离是不是太迟了 是吧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他现在隔离太迟 你还要笑他 这些国家没什么用的 是吧 人家 为什么人家能够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做得这么差 是吧 为什么有些地方 不再爆发 好像台湾游球落 只是一次 这么大把 被你笑过很久的那些 然后很快 又令到凌确诊 为什么 就是不让人入境 是吧 纽西兰曾经也爆过两次劲 接着也叫控制下来 为什么 不让人入境 不让人入境 就是一个方法就是封关 我们香港是二月的时候说的 2020年一月尾二月的时候 就是要求全面封关 当时政府怎么跟我们说 全面封关 这些事情 是歧视 世卫都建议你不要这么做 是吧 我想请问现在我们 为什么香港是全面封关的 除了在中国大陆之外 是吧 大家在说的全面封关 就是说这些隔离 然后除了正常或者有些必须的事情要做之外 其他旅游非必要的事情就不要让他来 或者没有特别需要的事情 就需要另外再去隔离 这个就是所谓的全面封关所要求的事情 但是这个政府就是打横来说的 市民说 喂不是啊 要封关啊 你就说这个叫歧视 就说不跟世卫指引 转过头 现在政府就带头是不跟世卫指引 大家就 喂不行啊 还是很宽松啊 还是香港令到国家很担心啊 整天都 接着要派一些专家零零射射来看过厌过 证明了 原来香港也是很安心的 原来安心极到原来就是大连爆紧又可以的 你又可以跟他通关的 但是回头 我们香港没有爆紧 又令人很担心的 那个龙门摆来摆去 人家紧就是歧视 自己紧就是应该 自己紧完应该就是回头 你也不够紧 还要你收紧再收紧些 我们最初市民说要你收紧些的时候 你就说 这个是歧视 就不能做 因为当时疫区是中国大陆 总之就是不能做 好了现在疫区来自世界各地 不是中国大陆 就可以收到最紧 最紧都重要 而不是不够紧 还要更加紧 所以根本由头到尾 不是因为基于哪个地方的疫区 多我们就要去禁止它 而是哪个地区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那个是中国大陆 是中国所以我们不可以禁止 那个是其他国家当然可以禁止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决定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决责 为什么不肯承认它 为什么不肯勇于去承认 由头到尾 这个政治问题 就不是一个病毒科学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 你承认它 大家知道 是吧 就不用拗了 你又不是 你要指控别人 说别人是政治化 是吧 其实最政治化的是谁 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里 而回来 你会令人更加失望的就是世卫 干什么 当初就是有些国家 是吧 继续有些政治人物 就是听了你世卫这样说 不要啊 不要限制啊 不要那么多限制啊 所以那些限制是不够紧的 虽然尝试想收紧 或者要不就已经收得太迟了 你看到什么0号病人 那些 1号病人那些 根本上已经是进去了 所以你再在外面 只是外面收紧 不收紧里面 已经没用 因为臥底或者病毒已经进了境 所以只是在收紧外面 已经是没用 但是原则不是错的 意思是说 别人问一个问题 像现在这样 当然大家都看到 香港也有一些 所谓新的感染病毒 已经进了境 但是你也知道 病毒是变种 需要时间第一 第二 变种不代表 每一种都会大爆发 可能某些东西会大爆发 但是一个谈慎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知道有一个可能性的时候 即使可能性不是非常高 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可能性 然后你再看清楚 就是说一旦风险是非常高的 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或者你作为一个政治去决定 你要去决定 保障一个公共衛生安全 是优先于其他东西的话 你要做一些事情 是先做了它 就不是等到有科学证据 有国际期刊才来做一批 到时就已经太迟了 因为当你有一个科学足够的证据 告诉你这个必定会发生 就已经发生了 要么就要博好好彩 就是别人中了你 你没有事 你非常腐烈 所以就不轮到你 所以我现在才去跟进 也没问题 但就像其他国家那样 不幸的 他们已经大爆发了 回头又被人笑了 你看你的国家 没用的 人抗疫 你抗疫 为什么别人按得住 你按不住 为什么 因为你够严 为什么你不跟进那么严 你没用的 为什么你不够严 因为有些人在那里 到过头指控别人 指控别人 为什么你们要那么严 为什么你要歧视我 这些时候最终 你虽然可以笑别人 说别人不够紧 然后搞得麻烦 然后就在那里笑 哎呀有些国家搞得这么严 你想清楚 事实上真的不是好玩的事情 当它全面大流行的时候 好像现在的情况就是困局 有些国家 例如新加坡 例如纽西兰 他们原本都是实施 好像香港一模一样的 所谓尽量防止病毒入境的政策 也就是好像中国所称呼的清零政策 防止病毒入境的政策 到最后他发现受不了 因为再这样下去 无了期封关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就要开关 所以就要改变政策 要与病毒共存 他们的方法就是全面打完疫苗 以及打最高标准的疫苗 希望抗体的数字 每个人都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因此就算是有人染病毒 也不会有严重的症状 然后医疗系统是受不了的 这是很多国家所做的事情 但回头看看 现在我们继续用一个全面封关的政策 原本我们一直都说要的 不行不行不行 到最后中国大陆死锁烂锁了 然后其他国家就开放了 香港要跟着继续去死锁烂锁 无了期地死锁烂锁下去 所以到最后就是 你不改变政策 它会有时间锁烂锁下去 那你是不是不需要做外边的生意呢 你是不是完全不需要理会 全世界的其他地方 只是做大陆 就算你说要去什么初步 要通关都是给一千个配额 请问一千人做商务客 你真是做什么呢 真是改变了香港经济的状况 令香港的经济可以有旅游复苏 所以到最后也是在骗自己 意思就是你这个政策 不仅是在笑不笑别人 还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不是自己可以很开心地在 哎呀不关我事 是别人自己傻 最后是会自食其果的 最后是全部人一起揽炒的 不是我们想的 而是你的政策本身 所以当初你经常说到这么口响 为什么别人要不让你入境 如果病毒只是局限于 最初爆发的几个地区 就像当年沙士那样 就不要变成全球大流行 就不会变成全球大流行的大问题 长期影响整个旅游业界 有些人当时 就常想着 哎呀笑我们自己什么什么 然后别人什么什么 或者不管别人死 然后最后 现在不是真的 全部人的共业 意思就是不单止是 我们自己会不会继续锁下去 别人搞到很大件事之后 别人的体系也改变了 别人的旅游政策也改变了 最后你自己也是得不偿身 所以去到现在问一个问题 你有病毒变种的时候 当然应该防止它 如果那些地方有问题 你就当然要隔绝它 不是奇不奇事的问题 是一旦有一个新的疫症 要采取一个这样的政策 去防止它入境 如果你是用一个防止入境政策 你继续这样做 所以你没有理由 世卫现在还说这些话 是离了大谱 是完全没有吸取过 2020年一点的教训也没有